孤狮鱼 公主鱼 爸爸鱼 还有铠甲鱼 自从担子上线自定鱼之后 各大神仙斩露创意 就在今天早上 我盯着自己空荡的鱼缸 沉色好久 虽然我家破口在那儿的 但是鱼缸里怎么能没有鱼呢 于是我在自家鱼池钓鱼 生来的都是破年鱼 没东西喜欢的 感觉地去别人家钓鱼 我先来到了忘泉者的庄园 哇塞 这家好空荡啊 这有鱼缸和鱼池 看样子大家都是来钓鱼的 我才没来一会儿 这个这些妹就钓到了一条 公主 好家伙 这不就是光玉里的公主吗 有趣有趣 我满怀着期望 希望自己也能钓到 结果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都是别人钓到的 一上午我就收获了一条 草鱼 惊呆死了 我选择换一架 来到了鞋匠的家园 你钓鱼的蛋蛋很少 看样子我有机会能钓到 鱼 鱼 草鱼 呃 也没啥特别的 觉得我看到这个小黑蛋 钓出了铠甲鱼 我的天啊 这么帅吗 于是我看到了希望 在不断地努力下 用到一条 鱼 算了 还是去下一条吧 这次我来到唐青苦瓜的家园 咦 真辈啊 呃 没想到蛋这么多呀 周围全是爸爸 话说这爸爸鱼堂 你确定不会把鱼堵死吗 嗯 等等 嗯 手中的是 爸爸鱼 这里太一天了吧 我现在来到了 太直音了的庄园 嗯 很有第五人格的风格 那他这鱼 难不成 喜欢之鱼 哇 世界之大 奇葩的东西总是很多 于是 在我一天的努力下 我家鱼堂终于有鱼了 没错 就是这个巫师鱼 虽然有好看 非常唐人喜欢 今天就到这里吧 要不是我没鱼食了 才不会吃掉这一条鱼